5月是属于青春的时间 它没有4月的春寒料窍 也不似6月7月那般受于流金 温暖和蓄恰如青春一般的充满生机 所以在这样一个月份到来之时 电影记忆点也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系列 时代进程下的中国青年 从清末明初到21世纪 以光影为载体 带大家领略不同时代下分发向上的青年们 以及专属于他们的青春时光 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 也让屏幕前的各位 思考青春该如何度过 青年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那么话不多说 系列的第一期视频 我们就从那个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的清末开始 本期视频分享的故事 叫做黄飞鸿之狮王争霸 故事发生在八国联军清华战争以后 庸弱的蜻蜓不思如何兴国安邦 却想通过办一场狮王争霸大会 来展示所谓的大清神威 于是万世慧经波澜再起 黄飞鸿为了探望在京城星拜药厂的父亲黄其英 从广东乘火车到达京城 可没声响 刚到广东会馆 就看到父亲受伤倒地 原来就在刚才 京城大平号有场的赵天霸来到会馆 违逼广东会馆不要参与失望争霸 两派人马划不投机 动起手来 一般小喽啰自然不是纵视黄其英的对手 但赵天霸手下 闪失颓棍的鬼脚妻也不是等闲之辈 几回合交锋之后 黄其英毕竟年事已高 被鬼脚妻踢中胸口 太祖传下的尸头也被替换 好在黄其英常念习武 并无大碍 第二天 黄飞鸿和十三一当药厂 参观黄其英购买的蒸汽机 却又遇到了因失望大会调解的帮派斗争 当前国家内忧外患 这些习武之人 不想如何猫头对外保家卫国 却在这里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虚名 自伤残杀 怒息不正的黄飞鸿出手调停 晚上又邀请几大门派的掌门人 商讨如何向朝廷上书 一张废纸 几日之后 京城四大帮回在街头一采清闲式实力 但很快 武士大战又变成了帮派火拼 十三一在混乱中将英华接丢时 却也误打误撞拍下了俄国人杀死间谍的画面 原来 主办失望大会的李鸿章要把辽东半岛各让给日本 此举威胁到了俄国人的利益 于是俄国人想要在失望大会上 趁天惊花炮响 刺杀李鸿章 间谍掌握秘密后被杀灭口 但却在死之前 顶出失失望大会 多轮苦战后 黄飞鸿不仅拿到了失望大会的金牌 也阻止了俄国人的阴谋 之后 黄飞鸿说说了全篇最为经典 也是典籍的台词 这金牌留给您做祭奠吧 小时候看这部电影 完全是对剧中五一高响的黄飞鸿 有一种个人英雄式的崇拜 如今再看 才发现这部失望正霸的格局远不止于此 我们先来将将影片中出黄飞鸿意外的一个重要人物 黄其英 黄其英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进步企业家 他先办工厂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但骨子里还是有对于传统的坚持 十三一问黄其英 为何不把那些破旧的势头丢掉 黄其英回答道 这些势头都是以前的书被用过的 虽然现在坏了 可是他们都舍不得把它扔了 破旧的势头 象征着已经残破落后的封建制社会 但黄其英等人显然不认为这些是应该淘汰掉的 西洋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奇英技巧 能用则用 改变不了根本 黄其英的保守 还体现在他对黄飞鸿和十三一婚事的态度上 因为十三一毕竟称自己为干姐夫 如果儿子娶了他 那辈分就乱了 这也是黄其英一开始不同意的原因 但在后来 他亲眼见到了两个年轻人的情投意合 于是态度大转 这里又体现出了他进步的一面 杨斯提到势头 一次说留 一次说扔 黄其英的确是当代人中较为开通的一部分 但国家的未来却不能寄托在缺缺老矣的他们身上 青年人才是真正的希望 作为当时青年人代表的黄飞鸿 身上有着隶属于那个时代的迷茫 他们生于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 在成长中见证了先进文化 对于封建社会的冲击 他既坚守传统 也可以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 与父辈不同的是 他会在选择中思考 传统和先进 到底哪一个能帮助国家 哪一个才是未来 他幽国幽民 却又不愿投身腐朽的蜻蜓 于是他能做的 只有带着一众土地们强身健体 保家卫国 用拳头打醒那些麻木的沉睡着的大众 时至今日 听到那首男儿当自强 依然会觉得热泪盈眶 让海天为我聚能量 去开天避地 为我理想去闯 这就是 对于当时黄飞鸿为代表的 正眼看世界的青年人的描述 没有那一代人的探索 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当代青年该如何面对这个瞬息外面的世界 电影中的黄飞鸿最终给出了答案 心怀天下 只存高远 从自己擅长的事情做起 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也许我们没办法将世界改造成完全理想的状态 但我们的努力可以招摇身边的人 影响后来的人 这就是青年至于世界的意义 黄飞鸿这世王争霸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 我们将到风起云涌的1919年 看一个中国年轻人 如何在被猎枪主导的巴黎和会上 舍战群如 力争国权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